欢迎来到明星新闻MKN Star News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迪丽热巴与杨子巴黎时装周对决 公主与丫鬟的较量还是恶意抹黑 近日 杨子和迪丽热巴在巴黎时装周的亮相 引发了一场全民关注的风波 这场看似简单的时尚对决 实则是一场粉丝们恶意攻击的狂欢 杨子和迪丽热巴都是国内90后女明星中的翘楚 双方粉丝一直以来就互相看不顺眼 这次巴黎时装周更是给这些粉丝提供了一个战场 从品牌代言上看 迪丽热巴这次在巴黎时装周上 被升级为迪奥全球彩妆及相分的代言人 而杨子也受到了著名奢侈品牌华伦天奴的认领 然而 从待遇上来看 迪丽热巴显然更胜一筹 他的出场视频被官方置顶 而杨子只是被品牌方任领位Friends 地位上的差距可见一般 在街拍视频的比较中 迪丽热巴以一席黑裙搭配黑白滤镜的形象 展现出高贵美艳的气质 然而杨子的运镜则被网友评价为杂乱无章 过于网红风 尽管是为了展示杨子的活泼性格 但是过于模糊的背景和杂乱的转圈圈 却引来了一些网友的吐槽 然而 尽管在时尚地位上杨子暂时落后 迪丽热巴一步 但在影视作品方面 迪丽热巴却难以超过杨子 两者各有优势 各有劣势 但都是圈内的大美女 这场网络骂战从舞台上的同矿图开始 有网友晒出了两人在舞台上的同矿图 杨子仅仅因为走在了迪丽热巴的后面 就被粉丝嘲讽为公主与丫鬟之间的关系 这无疑是对杨子的一种无理取闹的抹黑 而杨子的粉丝也不甘示弱 他们晒出了迪丽热巴的大量黑料 其中就包括迪丽热巴之前 在社交平台上玩萝卜刀的视频 这种玩具早就被教育专家提醒 可能会引发孩子的攻击行为 迪丽热巴此举也被一些粉丝认为是 做了不良示范 另外 迪丽热巴在与张云龙合作拍戏的时候 张云龙表示自己多次被迪丽热巴脚踩 甚至反抗过 但迪丽热巴却回应说你怎么这么小气 一点都不大度 这种行为让一些网友觉得没有礼貌 没有素质 而在一次采访中 迪丽热巴公开表示自己会不小心把别人的凳子拉走 甚至可以删除别人电脑里的文件 这种恶作剧被一些网友认为是没礼貌 没素质的表现 但粉丝们却认为这些行为 恰恰显示了迪丽热巴活泼可爱的性格 双方粉丝各执一词 吵得不可开交 这场舆论战越演越烈 却始终没有等到官方出面调解 两位女明星都是国内90后女明星中的顶级人物 在资源和竞争上必然会有一些冲突 然而良性竞争才能共同进步 而不是靠粉丝的恶意抹黑 总的来说 无论是杨子还是迪丽热巴 她们都是国内90后女明星中的佼佼者 虽然存在竞争和冲突 但我们也应该以客观 公正的态度看待她们的作品和行为 而不是一味的抹黑或攻击 希望这场风波能够早日平息 让我们能够更理性地看待她们的发展和未来 感谢您观看视频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以支持我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